好继续来看到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鼓励终身学习成长 经常举办读书的分享会 那么2月20号邀请到管理学大师詹文明 到花莲分享新书 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希望能够透过这本的工具书 让大家深度认识自己 也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 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鼓励终身学习成长 经常举办读书分享会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充实自我 开阔视野丰富人生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我们在11年前成立的时候 当时就是定名成长跟关怀 成长就是我们要一起攜手的 让所有的会员姐妹 同时也带动社会大众 一起来在内在的成长 一起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推动我们的会晤 所以这些年来 我们办了很多很多的讲座 有会员讲座 那当然去研习去观摩等等 这些都含在内 那今天这一场的讲座 其实我们很希望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追求的 而且很想应该是要愿意去达成的 所以它很适合各个年龄层 那我们希望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这样继续的推动 现在已经到第六届 已经要卖12年了 我们希望每一届每一棒越来越好 那在成长的部分 除了自己 除了对周遭的人 对家人 很多是对先生 对小孩 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当然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氛围 成长的动力都能够扩散到 我们每一位相亲 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 让自己都是更好的人 都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疫情过后 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特别邀请了管理学大师张文明 亲自到花莲来分享新书 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希望能够让大家重新认识自己 也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 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这场新书分享会受到花莲乡亲热烈响应 讯息一发出 立刻报名而满 整个简报室 坐无虚席 大家认真学习新知 重新定位自己 也希望在每一个时段都可以让自己再度成长 也让人生更加精彩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